哈囉 TVBS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怡辰 哈囉所有TVBS的朋友們你們好 我是周玉銘 大家好 我是車頂上的 玄奏上帝的導演黃文英 林怡辰 周玉銘 雙雙出道超過20年 老朋友再次合作新電影 我們要唱最開心的歌啊 琴唱 執唱和家庭都有絕對執著 迷惘的林怡辰返回老家 重新找到人生價值 也愛上周玉銘 談的是信念 力量可以很大 故事原型 源自導演家庭 心裡醞釀了那麼久 十多年的一個劇本 可以完成 鬆了一口氣 演阿公的部分是因為他的氣質 很接近我真實世界裡面的演員 台詞不容易 周玉銘挑戰一人分事兩角 演林怡辰的祖父時 得說一口流利日語 剛開始的時候當然衝擊很大 因為這不是我擅長 甚至我不會 而且有一點點 刺不進去那樣的學習 最後的挑戰是 我有沒有辦法能夠 跟真正的日本人講一樣的語數 所以現在如果真的把你 放到日本街頭 會有點太為難 覺得這是一個坎嗎 語言這一塊 我只能說我往前 邁進了一步 對林怡辰來說 要想帶嘉義香的台語 著實是一大難題 回過八年前 兩人在追婚日記也有對手戲 如今再見 有了新感觸 他的氣質啊 還有那個 就是作為演員光譜 那種色彩的豐富度 又更加多元了起來 有沒有覺得他當爸後更帥了 一定是你覺得 年復一年 加上步入家庭後 成為爸媽的經歷 想必也成為 各自在表演上珍貴的養分 這位是文書 演唱會區 台北到